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二凌晨,歐國標外衛賽再有好戲上演 當中J組的葡萄牙將會對盧森堡 葡萄牙前五場分組賽取得全勝 當中攻入15球,保持0失球,表現相當出色 面對手循環以0比6不敵自己的盧森堡 葡萄牙今場比賽,贏球應該沒有難度 五歐國標外衛賽賽程已經過了一半 葡萄牙五戰獲得全勝,目前在J組位列第一 為盡快鎖定出線之隔 金匠同有10分位列小組第三的盧森堡直接對話 葡萄牙一定以全取3分為目標 但要留意,由於上將得到王牌的施朗拿道 金匠將要停賽受罰 球隊進攻上多少受到影響 但對內仍有貝拿道斯華、班奴費南迪斯 這些效率不錯的攻擊手 兩人在這項賽事中都能攻入3球 所以應該無需要過分擔心 上將擊敗斯洛伐克也是憑著 布奴奴費南迪斯的入球 他今場能否繼續入球是值得大家關注 另外,魯賓、迪亞斯、安東尼、奧斯華等人 後防線可以說是滴水不漏 至今他們在這項賽事中保持不惜球的甘身 總結來說,無論進攻或防守 葡萄牙的表現都堪稱一轉 相信今次面對實力一般的盧辛寶 葡萄牙取勝應該難度不大 另一面,講回盧辛寶 好,盧辛寶由1934年世界杯開始 亦參加了每一屆世界杯外圍賽 亦自從1964屆歐國杯開始 亦參加了歐國杯外圍賽 這兩項賽事可以說是參與次數最多 但他們最終未能獲得決賽州資格 換言之,盧辛寶基本上是扮演著陪太子讀書的角色 實力顯然不強 在今屆歐國杯外圍賽中 盧辛寶打了五場比賽取得三勝一和一虎 當中失球比是7比7 以微弱的優勢落後於 一樣有十分的斯洛弗克 一定程度上仍有爭取歐國杯的資格 不過盧辛寶有著怕硬不怕軟的特點 分組賽面對斯洛弗克 以及葡萄牙只能取得一和一虎這個劣跡 想在排名上更進一步難度相當之大 另外盧辛寶歷史上曾經和葡萄牙交手過二十次 當中他們是輸了十八次 還在目前處於十三連敗之中 而近兩次交手單場亦至少失五球 心理層面上可以說絕對處於下風 有見及此,盧辛寶今早應該爭勝無望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BYE BY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